微软公司今天宣布 推出免费的手机版Office应用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策略 争取更多的移动用户 过去 微软公司曾经为智能手机 推出Office Mobile服务 但是其大部分功能都需要付费使用 而从现在开始 移动用户将可以免费使用 Office软体的创建和编辑文件功能 iPhone版的Office应用 从今天开始 向全球136个国家的用户开放下载 在此同时 微软还更新了iPad版本的Office应用 加入新的功能 微软表示 希望用户在每一种设备上 都可以拥有美观 而且具有建设性的Office体验